一个四品的支付,一个四品的河道监管,两个客家正途的支险,你举手就杀了,好气魄 单独召见阳津水以后,嘉靖皇帝对于浙江水灾的人为内幕已经详细掌握,对胡宗宪的顾全大局也已了然于凶 然后就是严世凡阻止胡宗宪败见严松,玉王一边也因为见不见谭伦而产生了不同意见 最后严世凡主动前去见了胡宗宪并为胡宗宪准备好了辞呈,玉王也在玉王妃的劝说下决定召见谭伦 并命冯宝将召见的消息告知屡方,这一切的复杂的活动都只围绕着一件事 那就是马宁远写给胡宗宪的那份贡状,那份揭露毁滴燕田内幕的贡状 这份贡状只要交给嘉靖皇帝,严党就将遭到毁灭性打击 改道违丧的国策也会延缓甚至终止,这符合清流党的心意 但根据杨津水的回答,嘉靖皇帝又认定,胡宗宪已经投靠了玉王 皇权又和皇储之间产生了矛盾 嘉靖皇帝召见玉王,严松和胡宗宪这三方大佬的御前会议 该如何进行呢?第二天一早,胡宗宪早早地等在宫门口 见到玉王,胡宗宪行底,玉王则靠近说道 在玉王看来,胡宗宪已经被谭伦拉拢,已经归负了自己 只是在这宫中,玉王不能有明显的亲密举动 只能将千言万语归结成一声辛苦 而后便是胡宗宪叩见严松,严松则如此回应 于公于私都应该提前拜见严松的胡宗宪并没有出现在严府 而且严松并不知道这是因为被严世凡阻止 更不知道严世凡已经为胡宗宪准备好了辞呈 胡宗宪是变形了,还是另有苦衷,严松不能确定 只是严松的顾虑和玉王一样,不能在此时和胡宗宪出现亲密举动 只能先行入内开会 会议开始,嘉靖皇帝给出第一个问题 一个四品的支付 一个四品的河道监管 两个客家正途的支险 你举手就杀了 好气魄 嘉靖为什么要把这句肯定的话归结成问题呢? 因为嘉靖皇帝在等着胡宗宪给出解释 胡宗宪则如此回应 回皇上 以大明律法 捡主修河道的官员 河堤师修 酿臣灾害 等同丢城弃地 臣身为浙治总督 挂兵部尚书县 奉王命齐牌 可就地正法 报告皇上 您说的好气魄 举手就杀 是大明律法给我的权利 更是朝廷给我的权利 自然也是您给我的权利 这无可厚非 更无可指责 来看嘉靖皇帝的追问 可不可以先奏紧朝廷 然后依律正法 你有反驳的理由 朕更有追问的理由 别忘了 大明王朝的一切最终解释权 都掌握在朕的手里 朕是给你先斩后奏的权利了 但先斩后奏 是不是就违背大明律法 违背朝廷规定呢? 这句话 别人说是嘉靖皇帝问 就算是胡宗宪的下属问 胡宗宪也没法给出反驳 来看胡宗宪的回答 回皇上 当然也可以 注意 胡宗宪没有回答 当然可以 而是回答了 当然也可以 这就等于告诉嘉靖皇帝 您说的对 但我也没做错 嘉靖皇帝等的就是这句话 直接给出了论断 这就有文章了 在朕的记忆里 你是个谨慎的人啊 可这一次不但先斩后奏 而且杀的既有小哥老的人 也有吕公公的人 怎么 你就不怕他们给你小邪传 既然是两者皆可 你又是个谨慎小心的人 更何况 这次先斩后奏的对象 还是司礼坚和严党的人 你怎么就那么痛快了呢 换句直白的话 嘉靖皇帝的这句话 就是在敲打胡宗宪 杀了吕方的人 杀了严世凡的人 你这是百民已经投靠了豫王 才敢如此肆无忌惮啊 这句话一出 胡宗宪没有回答 豫王也没有反应 倒是严嵩立马站了起来 给出了这样一句话 虽然朝廷的党派之争 非常明显的存在 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好事 更不是嘉靖皇帝表面允许的事 严嵩到底是内阁首府 到底是修炼多年的老狐狸 问题敏感程度 风向感知程度 都远超他人 所以他才会第一个站出来表明态度 严嵩的意思很明确 没有什么谁是谁的人 都是皇上宁的臣民 宁才是控制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这里有个问题 嘉靖皇帝同时提到了 吕方和严世凡 可能为胡宗宪穿小鞋 为何严嵩站出来表明态度 吕方却没有反应呢 吕方只服务并忠心于 嘉靖皇帝的奴才 私利监本就是嘉靖皇帝的私利监 所以嘉靖皇帝说 河道监管李璇是谁的人 就是谁的人 吕方不需要回应 而严党和清流党 才属于朝廷 才属于嘉靖皇帝的对立面 既要用也要防 以维持朝局平衡 对于严嵩的回应 嘉靖皇帝也有话要说 关于这句话 有着很多解读 但我认为这是 嘉靖皇帝对朝廷派系存在的说明 更是对严嵩的敲打 换句白话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真这里很简单 就是几座宫殿 但朝廷却很复杂 有着衙门之分 利益之分 更有派系之分 咱们都心知肚明就行了 不必刻意说明 只是嘉靖皇帝 并不愿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毕竟有了朝廷的派系之分 利益之争 才有了嘉靖皇帝 对大明皇权的牢固掌控 而后嘉靖皇帝开始 将话头转向豫王 豫王 年初你跟朕说 你府里那个做战士的谭伦 是个人才 想把他放到浙江去历练历练 这次御前会议 为什么要叫上豫王 就是因为嘉靖皇帝认为 胡宗宪已经投靠了豫王 而且就是谭伦进行的有效拉拢 现在 嘉靖皇帝问到了谭伦 这就等于问到了豫王 关于谭伦对胡宗宪的拉拢成绩 来看豫王的回答 谭伦本来是安排到了胡宗宪手下 但他现在却到了七级光的手下 如果胡宗宪真投靠了我 谭伦还会被胡宗宪扔到外面去吗 况且谭伦去的时间不长 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将胡宗宪争取过来的 对于越王的回答 嘉靖皇帝明显不高兴了 立马说道 有剑术也不一定非要在阵前斩将夺旗 敢为天下先还不是有剑术 无有三德 也辞 也简 也不敢为天下先 谭伦到底如何敢为天下先 嘉靖皇帝的三德 有为君之词 有为君之简 更有为君之手段 那就是维持派系存在 一边拉拢一边敲打 自己居高控制 说白了 嘉靖皇帝并不想导言 而谭伦却主动拉拢胡宗宪 第一个站出来 向阎党发起了进攻 这不就是敢为天下先吗 嘉靖皇帝都不敢的事 谭伦也就是豫王都敢 你这是等不及要登基 还是活腻了 面对如此严厉的训斥 豫王也只能下跪沉没 只是嘉靖皇帝的训斥里 牵扯了胡宗宪 胡宗宪就必须站出来说话了 挥皇上 臣本朽木之才 蒙皇上不弃 为以封将之重任 但既为封将 则臣一切之所为 除了听皇上的 听朝廷的 绝不听他人指使 也不会有任何人 能左右臣之本意 胡宗宪这句话意思很明确 皇上您误会了 我没向豫王靠拢 至于此次 未能推行改道为丧之国策 又在臣之任地 发了这么大的水灾 一切罪责 归根结缘 都是臣一人之过 更与他人无关 这是臣 请求革职的辞呈 请皇上上转 这句话一出 家境皇帝蒙圈了 豫王更蒙圈了 就连严嵩也蒙圈了 胡宗宪能被豫王拉拢的 唯一原因就是入阁 就是豫王登基以后的 未及仁臣 现在胡宗宪竟然主动请辞了 家境皇帝肯定在想 不对呀 都答应入阁了 为啥还辞职 豫王肯定在想 不是拉拢过来了吗 怎么还不干了呢 严嵩肯定在想 豫王没给够拉拢的条件 那为啥还和我演党对着干 家境皇帝还在蒙圈之中 吕方就将胡宗宪的辞呈 递了过来 这可能是吕方在本剧中 出现的唯一一次失误 家境皇帝什么时候 当朝给出过决定性命令 什么样的命令 不是通过内阁 或者私立间向天下传达 吕方就这样 把胡宗宪的辞呈 递给家境皇帝 家境皇帝会接吗 他接了又该如何回应呢 所以家境皇帝用暗声拒绝 并给予了一个严厉的眼神 接着家境皇帝说道 听到没有 胡宗宪在被谭伦开脱呢 这是家境皇帝用以回神的一句话 因为此时的他已经弄不清胡宗宪到底是谁的人了 既然还不清楚胡宗宪的战费 家境皇帝也就缓和了对豫王的态度 让贵着的豫王起来了 只是家境皇帝绝不会让胡宗宪辞职 而且胡宗宪手中掌握的共状 直到现在还没拿出来呢 于是家境皇帝便接着给出了两个问题 好了 家境皇帝不说战位党争的事了 只能转向强调胡宗宪的罪责了 在这个艰难的时候 你想撂条子不干了 小心朕治你的罪 要你的命 胡宗宪则如此回答 不躲不避 心胸磊落 低头认错 态度端正 再来看家境皇帝的第二个问题 这场水灾的问题 还没说清楚 你就想辞成 想都别想 既然家境皇帝提到了浙江水灾的问题 胡宗宪也就只能将马宁远的共状 交给家境皇帝 看完这份共状以后 家境皇帝的脸色变了 喊了一声严格老 严松呢 睡着了 严松真睡着了吗 饶是严松再嚣张 也不敢在家境皇帝跟前睡着 只是家境皇帝一直在敲打狱王 严松不能插话 敲打完狱王 又要处理胡宗宪的辞呈 严松不便插话 而后又是一场能将严党连根拔起的共状 严松不睡 又该如何揭话 好了家境皇帝开始表现自己登峰造劫的帝王心术了 一方 奴婢在 你知道这份宫状里的写的都是写什么吗 奴婢不知道 那朕就告诉你 写的都是和諦师修的详情 接 把它送给阎阁老去看看 注意 嘉靖皇帝有一个将贡状拿开的明显动作 意思不愿让旅方看到贡状里的内容 意思很明显 嘉靖皇帝不愿将毁迪燕田的实情翻出来 不愿让阎党倒台 别忘了 国库还有那么多的亏空呢 别忘了 嘉靖皇帝不会让豫王手下的清流党一家独大 真能将你们连根拔起 但朕偏就不这样做 看你们如何表现 现在我要说嘉靖皇帝是修炼到至高境界的妖怪 还有人反对吗